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同学 你好 我们接着来讲一下最后一节 就是几个非常难的题 可能一共有四个题 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这几个题规律性也有 但是不像前面两节那么明显 比如这个 这个其实乍一看 它也是一个有规律的 它是一个三线型的 它实际上是对角线 超对角线 最后一行 四固是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把它 这个消掉变成下三角的方式 或者当然可以把这个消掉 变成上三角的方式 但是你会发现这样的方式都不好做 比如我要消上面这些-1的话 你用X来消-1 它这一列加到这一列加上来 用消掉 可以 没问题 然后这一列加上这一列消 四固也是可以 那也是可以做的 可以试一下 它加上它 但是这个可能会变得比较麻烦 你仔细做的话也不会做错 乘以X分之1往上加 应该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里也没说X等不等于0 这种做法你可以试一下 肯定是可以的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试着从后面往前消 那当然不行了 这个消它消它 然后就会把这个位置原来0的变成非0 不太好 所以从前往后消可以X乘以X分之1 然后再把这个消掉以后再消它 一直往前做 这个做法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我还可以想办法 因为X不一定是 因为X如果是0怎么办 如果是0的话 当然可能也可以做 也更简单 是吧 那第二种做法 我可以这样 我这里的第一种做法 法1 当然第0种做法 前面这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 我可以想把这个X消掉 用它把这个对角线消掉 有人说你消对角线没用 你消完了以后 既不是上三角 也不是下三角 消完了以后 我可以想办法把它展开 因为这个X没了的话 我可以按照第一列展开 所以这里面的第一种做法 我用这些-1 把这些X消掉 而且为了保证 不要把那些原来的是0的地方 变成非0 所以我从后往前消 我用这个-1 把这个X消掉 消完了以后 再用这个-1 把这个X消掉 这样这个位置就不影响前面这个位置 我用这种做法 一步一步的消 DN等1 最后一列先不动 -1 A1加X 先不动 然后把它乘以X 乘以X加到这一列 这个位置变成0了 所以这个位置-1 还是不变的 但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要变化了 而且这个位置变成了一个 比较复杂的多项式 它变成了X方加A1X加A2 就把它乘了一个X加上来的 同样 再把这个再乘一个X加到这个 把这个X也消掉 这个位置也变成0 这样 就按对角线都变成0了 这些位置都变成-1 大家注意关键是最后一行怎么变 最后一行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应该变成了X方 X三次方加A1X方加A2X加A3 一直往前 你可以发现规律 就是这个位置 最后一个位置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X的N次方加上A1X的N-1次方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N 它没有乘X 其他都分别成了X的某个次密 实际上就是一个关于X的一个多项式 就是这个位置 这样对角线上除了它以外 都是0了 其他最后一行比较啰嗦 特别啰嗦 但是我其他都用不到 我只用到这一个 因为我要按照把它第一列展开 展开以后一下就划掉了 就没了 好 所以第二步按照第一列把它展开 展开以后就是按它展开 XN次方加上A1 然后乘以它的代数与子式 注意它是它所在的行 它是第N行 它所在的列是第一列 所以是N加1 然后把它所在的行和列化掉以后 化掉以后得到这个东西 这个得到这个东西呢 显然是一个 显然直接是一个对角形了 就是-1的 -1的N-1次方 注意这里有个-1的N加1次方 这里有个-1的N-1次方 它正好是-1的 正好是一个偶数 所以最后结果就是XN次方 加A1X的N-1次方 就是我说的第一种做法 但第二种做法 其实这个题还有一种做法 我可以用D推的做法来做一下 我上去直接按照第一列展开 直接按照第一列展开 X展开以后呢 看一下剩了什么 X乘以它的-1的 注意是1加1 就是二次方 是一个正 它的鱼子式 把X所在的行和列化掉以后 都要这个鱼子式 没什么特点 还是跟刚才类似的 X-1 X-1 还是这样一个东西 只不过现在呢 它是从AN-1开始的 刚才这个行列式是类似的 然后按照这一项 展开以后得到的是 AN乘以-1的 注意是-1它所在的行是DN行 所在列是N加1 然后乘以它化掉以后 剩下的这个行列式 那显然是这个东西 它是对角线下三角的 对角线都是-1到1 都是-1 所以是-1的 注意变成了N-1 这两个正好1 又变成了-1-N 所以就是AN 这个就直接化掉 就是AN 那这种呢 这是第一步地归的过程 我发现这个行列式 跟原来行列式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把原来的N 变成了N-1 所以原来大家看到 我这个行列式记的时候 就把它记成了DN 所以这个式子 实际上你可以把它记成DN-1 所以DN呢 实际上是等于这个 XDN-1 加上AN 那同样这个DQ的过程 可以一直往下进行下去 我算DN加1-1的时候 也用这种方式来做 所以它应该等于X乘以DN-1 变成了X乘以DN-2 显然下面是加上AN-1了 再加N 把这个做了一步替换 下一步它又再加一个括号 一种还算 这就算出来结果 那肯定跟这个是完全一样 你可以算一下 特别是算到最后这一步的时候 算到这个的时候 你不需要再算了 这个就直接一乘一减 就可以了 算出的结果 也是这个结果 等于 把它一直算到倒数第二步的时候 到这的时候就不用再算了 直接 不用再展开了 当然你也可以再按照它两个展开 没必要 直接算出来 结果应该跟第一种做法 结果是一样 这个题做法非常多 你用各种做法都可以 但最后得到答案 如果没算错的话 如果没算错的话 都是一样 好的 好 刚才我们做了那么多的计算 现在我们来换一换 做两个证明题 这样证明题还是非常有水平的两个题 大家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列式 N阶的 N阶的 它的特点就是在原来一般的行列式上面 每一项上都加一个X 然后让你证明得到新的行列式 等于原来这个行列式 加上后面这个式子 不要麻烦大家看一下 就是X乘以一个数 这个数是什么 这个数是所有的代数与子式加起来 大家发现一下 I是从1到N J也是从1到N 就是说明了取所有的 I和G所有的组合 这里面所有的大A 大A是代数与子式 所有元素的代数与子式 注意 这个大A指的是它里面的 这个题里面没有说明白 并不是指的它的 指的是它里面的 这个行列式里面 它的元素的代数与子式 这个大A指的是它里面的 这里面没有说明白 这个题抄在黑板上的时候 没有说明白 大家注意一下 大A指的是它的代数与子式 并不是原来这个 我指的是它是原来的行列式 好大家看明白这个题了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证明 首先我显然把这些所有的X都当成是一个向量 一个列向量 相当于每一列都加了一个这样的X的作为列 而且它每一列都是两个元素相加 所以我可以考虑用行列式的 非常不常用的性质 就是加法 如果行列式有一列或者有一行 是有两个相加得到的 我可以把它展开 好我就用这种方式 把每一列都展开 大家注意展的时候 是一个一个展的 并不是一块展 一块展是不对的 一块展你会发现会少像 先把第一列 展成两个行列式 然后这两个行列式在分别 按照第二列在展 这样最后得到有多少个行列式 应该是2的N次方个 实际上是组合学里面的乘法原理 我做一件事情 分成N部 第一部有两种 第二部有两种 一直有DN部 所以应该有2的N次方这么多项 大家可以自己一个一个展一下 展一下 可以看一下 但这些项里面 显然有些是直接等于0的 这些行列式里面 哪些是0的呢 就是如果有两列里面都取了X 如果有两列 比如第一列和第二列 同时取了X这一项 显然有它这两列相同了 就直接为0了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 这2的N次方个展开的行列式里面 必须至多只有一列是X 如果有两列出现都是X 那就等于0了 至多有一列是X 所以这个式子我们还记成D 把2N次方向写出来 不为0的那些项 其实只有这么多 就是这个 这个是不取任何的X 这一项显然是存在的 然后后面这些项 显然是只能是有一列取X 然后不能同时有两列取X 那分N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第一列都取X 然后其他位置取的是A A12 你知道A12 这样 这是第一个D种 那类似导下加 就是第一列 第一列不动 取的是A 第二列取的是X 然后其他位置 这也取的也是A 同样一直用下降 实际上就相当于X 先在第一列 又在第二列 一直到在DN列 实际上就这么多项 这么多的行列是不可能 有可能不为0 其他的行列是都为0了 好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加起来看 是他跟他这个要证明的结论 是不是一样 显然这两个是一样的 就看后面这些 跟他是不是一样 如果你对显然是展开 比较熟悉的话 一眼就能看出来 实际上这个 你把它按照第一列展开 得到是什么呢 这个 我直接光写这一项等于什么 这项应该等于X乘以 所有第一列的代数与子式之和 所以是I等于1到N AIE 注意是第一列的代数与子式 所以是这样讲 同样这个展开以后 它应该等于X乘以I等于1 AIE 所有第二列的代数与子式 把这些所有的都加起来 那就是所有的代数与子式 把X提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就证明完了 这个可以当成一个公式 把它记住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例题 第二个例题是非常好的 神一样的一个题 这个题说 AIE AN是互不相同的一些实数 注意这个条件 互不相同 然后B1 BN是任意的 你可以相同 都是N组 都是N个 一组都是N个 也是实数 然后让你证明 一定存在一个唯一的对象式 这对象式不光存在 而且是唯一的 这对象式是N-1次的 就是N个点 一定存在一个N-1次的对象式 它使得在A1点的值是B1 A2点的值是B2 以及到N点的值是BN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数据的插值 如果把这个用图画出来的话 就是在平面上 有一堆的点 这些点的坐标呢 我就记成A1 B1 这A2 B2 一堆的点 每个点都有一个坐标 这些它的横坐标是不一样的 这些A1 A2 对应的横坐标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中坐标你可以相同 不要紧 可以相同 然后呢 过所有这些点 把它们用一条多项式曲线 把它连起来 这就是数据的插值 我要得到最后这条多项式 这个多项式 要过所有的点 因为它满足这个等式 这等式对I和I从1到N都是成立的 就是过所有的点 条件就是所有的这些横坐标不一样 因为如果横坐标一样 同一个点 好 横坐标不一样 好 因为我们这是Y关于X的函数 横坐标应该不一样 好 这就是让你证明这个插值函数 多项式函数是存在的 而且不光存在 是唯一的 而且这个题还告诉我们 它的次数正好比这个点的个数少一级 也就是说你要确定一个二次的多项式函数 比如跑无线啦 这样的 那你需要三个点 你要确定N减1次的话 需要N个点 我们来证明一下这个存在唯一性 为什么一定是存在唯一的呢 我们来证明一下 首先呢 你把这个等式就把它具体写出来 你现在不是要求它的 系数吗 就说求Fx就是求它的系数 要求它的系数吗 你把它都带到这个式子里面 你就会得到一堆的方程 好 把A1带进去 得到C0加C1A1 Cn-1 A1的N-1次吧 等于B 类似的 你把所有的都带上 最后一项我直接写出来 C0 C1an 这样你会发现你得到了N个等式 这N个等式里面正好有N个位置数 这些C是位置数 这些AB都是已知的 AB都完全是已知的 N个方程 而且线形方程 N个位置数 如果它存在唯一解的话 正好就确定了我们这个题证明完了 存在唯一的对象是 N个方程的 N个位置数的一个线形方程组 你说它是一个 如果把它的系数矩阵 系数行列式写出来的话 那正好是一个方的 N乘N的 N行N列的 如果它有唯一解 那这个证明就完成了 怎么说一个线形方程组一定有唯一解呢 这个线形方程组它的行数 它的方程的个数 跟位置数的个数是完全一样的 怎么办呢 就是算一下它的系数行列式 算一下它的系数行列式 我给大家继承D吧 D是它的系数行列式 就写的时候 这些C是位置数 它的系数行列式 就是把C的系数都写出来 那C0的系数是1 那D列都是1 C1的系数是A1到AN A1 AN 同样C2的系数是A1到AN的这些平方 这些1是在行的 写到这儿 可能有个人已经发现规律了 A1的N-14 这是它的系数行列式 那这个行列式 什么东西呢 再看一下 这都是1 就是A1到AN 就是平方 一直到几次吧 显然是范德蒙行列式 这是范德蒙行列式 它的结果呢 就可以直接写出来 范德蒙行列式 告诉你们 其实我们那个范德蒙行列式 跟这个有点区别 就是它这些1是在行的 那把这个行和列转置一下就可以了 但转置不改变行列式 所以它的结果呢 就是所有这些A 它的所有的正续差 写成成绩的形式 这是大拍 大拍是一堆相乘 它可以写成I大于G 所有的AI-G 所以这些正续的差 就是下标在后的这些 减去下标在前的 所以减去得到这些正续差 这个东西肯定是不等于0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说过这些AI之间是互不相同的 只要他们互不相同 得到这个行列是肯定是不等于0的 既然系组行列是不等于0 我直接就可以用CLIMB 把所有的这些信息都解出来 而且解出来而且是唯一的 好 这样我就把这个题证明完了 好的 好 我们这一章的最后一个题 这个题呢 其实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而且它的做法还是很有技巧性的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这个题 首先乍看一下 像是一个范德蒙罕列式 但是仔细一看 不是 因为范德蒙罕列式的话 最后一行应该是N-1次方 所以都应该是N-1次方 这里从N-2直接变成N了 跳了一行 所以它不是范德蒙罕列式 你不能直接把结果写出来 它做法呢 其实很有技巧 我就相当于在这里再补上一行 把N-1次方这一行补上 然后补完以后 当然行列式就变成了行比列多了 所以我再补上一列 补上一行补上一列 这个大的行列式就可以展开以后 按照最后一列展开以后 它得到的其中一个代数与子式 或者其中一个子式 就是我要求的这个D 好 我把具体的步骤给大家大体写一下 首先勾到一个大的 就N加1接的行列式 这个是N接的 勾到一个计程DN加1吧 它在这里补上一列 补上一行 在这里再补上一列 好 这样补 第一行都是1 就补上一个1 第二行是A1 A2 AN 我这里可以补上一个AN加1 但是为了跟这些A做区别 我直接把它记成X 好 下面是A1的平方 A2的平方 X平方 这些都不是关键 这些都跟原来一样 只是补列而已 到这里的时候 A1的N-2 这还是原来的行 关键呢 我补上了一行 这一行是A1的N-1 A2 N-1 最后一行 这个大的N加1接的行列式 如果你按照最后一列展开的话 显然只有最后一列有X 所以它可以看成是关于X的一个多项式 展开以后肯定是关于X的一个多项式 而且呢 这一项 这一项 它展开以后 按照它展开以后 对啊 这个代数U字式 是它的系数 当然还有符号 还有符号 那这个呢 就是X一次方的系数 X的平方的系数 那我们要求的这个行列式呢 它实际上在哪呢 它是把 这个按照最后一列展开以后 这个元素 它的U字式 所以不是代数U字式 还差一个符号 它的U字式把它锁在的行列画掉以后 剩下那个子就是我们要求的这个 而这个大的行列式 我们购到这个行列式 它是一个范德蒙 它相当于N加1个参数 或者变量的范德蒙行列式 这N加1个 所以这边是N次米 确实是范德蒙 我直接先把它算出来 它的结果我是可以直接写出来的 它呢 DN加1呢 是等于所有的正序的X相乘 我把这些正序的X分成两类 一类是含有X的 一类是不含X的 我先把不含X的就是前面这些 没有X的这些正序X写出来 这个写出来比较简单 你可以写成I 写成I小于G 小于N 大一等于1 小一等于N 在这个之间 所有这些AG 减去AI 它们相乘 这得到的是不含X的这些正序X 还有一些正序X就是含X的 就是X减去前面每一个 因为X如果是在最后 它减去前面每一个 所以它再乘以 写个大括号吧 X减去A1 X减去A2 一直X减去AN 还有这么N相乘 前面已经有一堆的相乘了 但是后面这个是包含X的 我把这个呢 显然是前面可以作为系数 它是一个关于X的多项式 而这个多项式呢 我把它的一般形式 我假设它可以写成假设 我假设它等于CNX的N次方 假设我展开以后 长这个样子 C0 就这里面的每个C 你都可以求出来的 因为这里面 你把它展开就可以了 显然这里面的CN-1 跟我们原来这个D 是有关系的 而且关系只差一个符号 则 假设它可以写成这个形式的话 则我可以知道 这个CN-1呢 这个CN-1呢 就是这里面 它 展开以后 按照最后一列展开以后 这一项 它的代数余字式 注意是代数余字式 所以它应该等于 -1的 它所在的行和列 它所在的行是DN行 它所在的列是DN加1列 注意哈 N加 N加1 这是它所在的行标跟列标 这显然是N加1是一个负的 它乘1 把它划掉以后 剩下这个余字式 这个余字式就是D 所以我要求在D 所以你要求D 这个已经是-1了 你要求出CN-1就可以了 -4N-1 那CN-1怎么求呢 CN-1怎么求呢 就是把这个式子展开以后 它X的N-1四方的系数 这个式子展开很容易展 而CN-1是等于 首先这个要带着 这个是要带着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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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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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项里面 要不都取X 要不取-A2 但只有一项可以取不取X 所以其实是一个和-A1-A2-A1 然后乘以X的N-1四吧 因为每一项都取出一个-A1来 都取-A1-A2 分别取出一个不为X的 其他都是X 好 这就是它的值 那我把D直接带上就可以 所以D等于负的它 负的它现在把这个符号消掉了 所以 应该等于A1 一直加到N 然后再乘以一个一堆的 i1 G 这样呢 你就把这个行列式解出来 它其实是一个 regions 的系数 差了一个符号 好 好 然后第5章ね 关于行列式的计算 我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